快要比师兄厉害了 甚至很多歌都比师兄的点击率还要高 再怎么样都逃不出师兄们的那个写的作品 不 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是你的结果 让我宁愿对你从没认证过 让我欢迎叮叮 哈喽台员的朋友 嗨 叮叮好久没有在台上见了 虽然在公司或者在一些场合 其实我还是蛮常看到我们这师妹的 但是邀请她再度成为五月天的嘉宾 那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了 十年有多 因为叮叮一路上其实也很忙 其实像一连串的这个舞台剧场场都爆满 然后叮叮自己也开了很多的演唱会 也是场场都爆满 我们这个实力级的小天后 在《相信音乐》里面 其实在这十几年来更云有成 大家给叮叮一个掌声鼓励 我们最尊爱的小师妹 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师妹 因为我是一代师妹 一代师妹 一代 所以一代也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吗 甚至是五位哥哥的大家的宠爱 那有关游哥陪我去上节目啊 然后收歌帮我写歌啊 是 对 然后沙哥又帮我做专辑 然后又拍MV 是 然后石头哥也帮我写歌 有了很多破译的金曲 包括最近 怪兽为她写的这个女字法 成绩都超级厉害 快要比师兄厉害了 甚至很多歌都比师兄的点击率还要高 再怎么样都逃不出师兄们的那个写的作品 不 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